吁格尔来 韩宇 有钱一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韩宇 我是一个播新闻的 来自南京广电 是我们的同行 对 想要不然你播两句 让我感受一下 好 所有完美都来自于平凡 所有的行业都要做到 专业 敬业 职业 不论你身在哪里 我们都要为这个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在此时此刻 共筑防疫疫情的钢铁长城 这个其实是为我们这一次 这个防疫疫情的过程当中 做的一条宣传片的一个配音 对 没错 我有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武汉人 但是我已经解除隔离一到两个月了 所以你曾经被隔离过 我在月底的时候 我从南京回了一趟武汉 我想跟父母吃一顿饭 然后我父母立马给我赶回来了 因为我家里边特别多医生 然后他们觉得你回去 他们自己留在了武汉 我回来之后我就进行一个自我隔离 甚至比十四天更多 在这段隔离的期间 我每天都是特别紧张或者是特别焦虑 紧张自己 担忧家乡 对 经过这一次疫情之后 我觉得自己不管是做什么 都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觉得今天其实机会难得 来到我们一战道理的这个舞台上 而且这段时间也在家好好修炼了一下自己 今天要拿出你的这个真本事来 跟我们的这个选手来PK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关键词 这个三位书屋一块就特别的有知识 这个施语者好欺负 还有这个返老还童 特别年轻 小孩 我要不就返老还童吧 返老还童来 请揭晓 看看是哪位 返老还童 这是这位眼中的妙龄少女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万语涵 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原因 我喜欢上了宅在家里搞事情 跟家里人搞了一次旧照新拍嘉年华 就是用以前的衣服 还有姿势去把一些老照片给还原 今天我也把这些照片 带到了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他爸爸妈那个时候好年轻 你还是个小宝宝 对 妈妈的发型都一样 都没有变 就是我满月的时候 我全家人在给我喂饭 然后我在20年后的今天 又体会到了这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特别爽 很有意思 这些照片拍了之后 我爸妈跟我都特别开心 就感觉好像 一下子回到童年的感觉 对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还要感谢李好哥跟小敏姐 为什么 跟我们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我这不是第一次来一战到底了 在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曾经来一战到底当过观众 就坐在那里 就坐在那里 然后那一期节目 李好哥正好画着老年妆 再给小敏姐告白 小敏 三十年以后的样子把你吓成了 好害的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很长 我们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 让人难忘的事情 这辈子有很多 难道我还没给你过够 下一生 要是再能够遇上 我一定会用我的眼睛告诉你 我爱上你 然后那个场景 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得 因为太感动了 真的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很久都没有跟家里人一起合过瘾了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拍照技术 可能是比以前要发达很多 但是我们陪在家里人身边的时间 却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我想以我自己一种 有特别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 其实你的家人在哪里 你的心就有归处 就有故乡 我今年大四了 一开学就要去参加毕业典礼了 其实我爸爸妈妈 也非常喜欢看一战到底 所以我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给我的大学生活 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记号 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 看到了这么乖巧的 又温暖 又笑的 女儿站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可你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和高兴 对 很骄傲 也会为你加油的 来 接下来 你们的挑战要开始了 祝福两位 请准备 加油 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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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从航天飞机里看太阳是什么颜色 太阳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经过大气层的折射之后 才会变成黄色 所以它是白色的 如果小明戴一次性 一用外科口罩 看到褶皱向下 那该面应该朝内还是朝外 我已经连续戴了三个月的口罩 所以这道气我一定可以答对 答案是朝外 现在整容走速权 与哪次世界大战时 张蚕士兵的面孔修复 我看过这个纪录片 它叫索母和战役 它是指两千个士兵 一起去修复自己的容颜 它是在一战 一般把公司年终聚餐活动叫尾牙 传统意义上的尾牙 是指农历的什么时候 我选农历的12月16 我们常用哪种水果来寓意回家团圆 有子归家 所以我选柚子 写真在我和古代最初是指哪种内容的画作 中国肖像画的传统名称就是写真 所以我选人物肖像 世界上第一个接吻的电影片段的拍摄者是谁 艾迪生是发明电灯抛的 我选 鲁米尔 就是艾迪生 好 这次疫情之后吧 我希望可以把武汉的勒干棉棉窝倒皮 下次能够带过来 好 再见 再见 恭喜万语涵 来看看你可以带走的奖品 面评壁挂时空调 恭喜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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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